新一公民会馆目前正展出蝴蝶生态教育虫涌活体特展 现场展出多达50种的蝴蝶以及虫卵又虫汉涌 还有各种蝴蝶喜爱的植物 让民众可以近距离的观察蝴蝶的一生 老师和同学们围绕在四周 聚精会神的看着停在台湾天仙果上的猿翅子斑蝶 还有导览员翻开被咬破的金星木僵子树叶 让大家看到里头的大黑心弄蝶毛虫 在新一区公民会馆展出的蝴蝶生态教育虫涌活体特展 有多达50种的蝴蝶虫软幼虫汉涌 让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观赏蝴蝶的生态 就是要让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大人 大家能够近距离的来观赏到蝴蝶它的一生 包括从幼虫到节涌到成虫 今天在这个地方都可以看到 而且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种类的蝴蝶 希望大家看到这么大自然的奥妙 而且能够爱惜到它 而且也进行生态保育的这么重要的一个工作 不管是长得像蟒蛇的乌鸦鳳蝶的幼虫 还是头上有两只脚的双尾蝶幼虫 模样都相当特别 而现场参观的新一国小小朋友 对于可以亲眼看到蝴蝶各个阶段的成长过程 并且认识各式各样的蝴蝶和植物 也都感到非常有趣 我刚才看到了蝴蝶的生态的变化 它就是从软幼虫 软幼虫之后呢 再结涌之后呢 再羽化成蝴蝶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看 大家可以来看 我看到很多毛毛虫跟鳳蝶的幼虫 然后他们在吃叶子的时候很可爱 感觉非常新鲜 然后就很好有趣 蝴蝶生态教育虫勇活体特展 在新一公民会馆免费展出到5月29号为止 现场还安排台湾自然科学会的讲师为民众解说 喜爱蝴蝶生态的大小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中家台北新闻林习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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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